哈喽大家好,我是Denis 我今天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其实我半道很厉害分析 对经济这一方面呢 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了解 所以我们只可以看回 之前,就是在1997年 还有2008年的 那一个经济风暴的时候 整个汽车的这个市场的那一个动向 好,我们就不做 太多的这一个所谓 经济的这个分析,我们就看回 我们以前的这个数据呢,在97年的 亚洲风暴,还有2008年的 这个雷曼中帝的那一个经济风暴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 在隔年,那个 失业率都会提高 然后,以马来西亚 就是出口 出口量占了 GDP接近70%的 一个比率的话 不需要高手来分析,就是 我们马来西亚的那一个 失业率即将也会提高 然后,最主要 市业的群呢,就是 都会跌在就是B40 还有M40就是 比较下方的那一个部分的人 OK,这个就是为什么 就是在97年还有2008年过后呢 就是出现了一种风潮 就是拖车潮 很多人就是负担不起 就是他们的汽车了 OK,尤其是B40的那一群 当然在B40的这一群呢 就是多数他们的购买能力呢 通常都是在 这一个就是国产车方面 所以,为什么 这个也解释了,银行呢 在提供这个贷款利息的时候呢 国产车的利息是比较高的 因为他们这一群的 就是购买者呢,他们的 风险是比较高的 当然再次就是国行推出的 那一个 Moratorium 的那一个政策 就是6个月可以 就是不用还车期间 不过利息它 据说 有一些银行 银行还是会造算的 不过这个不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那个利息 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 OK,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那一个 缓还期是到10月 就是到9月 就是10月开始 每个就是要开始还 就是要开始还 还车期了的 OK,然后从10月开始 算2个月你不还车的话 所以今年我们可以 依测12月呢 就是 马来西亚的这一个拖车潮了啦 好,我们也是 打了电话给几个例子 就是问一下他们现在 就是收车的这个价钱的这个情况 跟3月份来比的话 他们在现在这个时刻收车的话 如果他们还有能力收车的话 他们的价格会比3月份 低一个5到10%之间 如果你们现在想买新车 去TRAG IN车的话呢 就要尽快了 因为 跟刚才我讲的就是 4月内的关系 就是 真正的拖车潮是在12月 所以 如果你只是想买 那一个 你想TRAG IN车的话 现在就好快快去TRAG IN了啦 因为来到12月的话 那个拖车潮一来的话 我相信 那一个手车的价钱 会更加的低 所以在这个时期呢 就是很多 就是U-SCar dealer 我觉得他们要Cash out的时候啦 就是要清掉他们手上的车的一个时候 所以在这个时候 入手这一个二手车呢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然后如果你是想 你是想比较早 国产车的二手车的话呢 那么你要在12月份 就是12月过后 我相信那一个 国产车的那一个 就是跌幅会比较大一些 那么如果你要TRAG IN的车款呢 是比较Quantinental Car 就是比较欧系车的话 那么就可能会辛苦一点点 因为你要知道 如果就是DRAG 他用一个15万来收你的车的话 那辆车可能就是三 可能快的话 一两个月就卖掉 慢的话 拖他们一个三个月 六个月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 对他们来说 如果我拿这个15万来收你这一辆车的话呢 相比如果我把这15万去买一辆Velfer 从日本带一辆Velfer进来卖啊 可能在这六个月里面啊 他们已经卖了三辆Velfer 这15万已经赚了三次 已经赚回钱了的 你的 你的这一个欧系车的15万呢 可能就消费 要吃一些才会回本的 OK 当然我们讲了 就是二手车方面的 就是 现在买车其实还是 如果经济负担得起的话 现在是一个好时机啦 OK 来到 新车的方面呢 当然我已经讲过了 就是TRAG IN的价钱 可能会消为低一些 就是低一个5-10%左右 然后 如果你问我 那个新车销量会跌吗 那肯定会跌 可是问题同样的就是 在这个疫情过后啊 就是可能很多人会选择 就是 避免采用公共交通 就像地铁啊 还什么之类的 所以 他们可能就选择 就是买一辆比较便宜的 一辆车来自己代步 就不需要去地铁 做地铁去跟人家拥挥 然后 接下来几个月呢 我们当然会看到 车上很多的一个折扣 不过我自己 本身认为 如果在这个时候 车上可以推出一些 就是 像Mazda这样子的 plan 就是 5年 还有就是100千的 free maintenance 那麽会更好 这样子我在买车的时候 我只需要计算 就是 我每个月的工期 还有油钱就好了 就是Maintenant 就是已经由厂商来 就是负责 这样子的话 可以提高就是 以后在4年里面 你要卖车的话 你的二手价也是会比较强的 所以在这个时刻呢 如果你是想购买新车的话 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机会 当然 虽然就是 trade in 的价钱 可能会低一个5到10% 可是我相信就是 车商他们 丢出来的折扣 可以offset掉 你在那一个 trade in 的一个损失 所以我们现在就做一个 conclusion 如果你想买新车的话 从现在到年尾 都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就是在你经济 允许的那个情况之下 如果你要买新车 还要trade in 你的旧车的话呢 那麽 我就是先跟你们说 快快就trade in 掉好了 因为 到年尾的时候 因为原本的 你的车 你的旧车的 那个年份会多加一年 那个价钱就肯定会再低一些了 再加上12月的一个拖车潮的话 所以 想trade in 买新车 trade in 旧车买新车的朋友 现在到9月就好 去做掉好了 ok 然后如果你们想 就单单只想买一辆二手车来代步的话呢 这样现在你们又去看他们的脸色 他脸色怕轻的时候呢 就是最好的时机 如果你们就是要找一辆就是二手车 就是可能在这个COVID还没有找到他的预料之下 你只是想找一辆二手车便宜的二手车的 来暂时代步一两年的话 就找一辆二手车比较好的车 因为它毕竟 你只是准备驾一个一两年 你就准备卖掉的 所以 在配备方面呢还是什么东西 就是暂时先讲究一下 又如果就是你想 只是想买一辆车便宜的一个国产车的话 12月过后 我相信就是二手市场会有很多很好的一个折扣 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带来一个很精简的分析 如果在这个时候买得起车的人 就是看着自己的负担能力来买 然后想买车可是又不想增加负担的人 那我们在这边就送了一辆Nissan GTL 50周年 Edition 不过是1比62 skill 的 OK 这个是Takara Tomy 50周年的GTL 的一个模型车 OK 你们只是在下方留言 然后Subscribe 我们的Channel 我们就将选出一位幸运了 我们就把这一辆50周年的 Anniversary 的那一个模型车送给你 OK 谢谢 拜拜 i know you 这时候我给你君子感应还有一点 i know that 我感觉你和你让我感觉